诶 没有主持人呐 今天 呃 你来啊 蛤 是我 好久不见 其实也偶尔感到我出现啊 不好意思啦 今天录制的时候正好 杏颖不在 然后我们的首相 公布了行动管制令 所以工作室暂时关闭 啊 我靠在啊 所以就投了他的稿件 来自己上场咯 首先就是要谢谢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 印赛之库 那容许我在这里打一大广告 印赛之库从去年7月 到今天贡献了很多短视频 你看到多少个 当然还有特备啊 态难新闻 还有充满爱的圣诞节系列啦 你看到了多少个呢 今天开始我会偶尔 出现在时代班 偶尔 出现在这一边的时段 也有时候会抢走新颖的饭碗 你们不会阻止我的吼 哈 看到了吧 刚刚出现的画面你会觉得 只是在YouTuber的频道上看得到 可是实际上的历史和背后的渊源 你知道是从何而来的吗 欢迎收看印赛之库 让我们一整主人有 James 啦 Brian 啦 Selene 啦 Casey 啦 油红啦 行李啦 呆南啦 Javier 啦 为你整理你意想不到的冷知识 在你的碎片时间中学习到一点新常识 今天我们来看检验图 TV Test Card 我们熟悉不过的 Test Card 其实有好几种 比如说第一张类似这样的彩色条文状图案 或称为彩条信号图 这是欧洲广播联盟 European Broadcast Union 使用的彩条信号检验图 从左边到右边 就有白色黄色电色绿色紫色红色蓝色 以及黑色 八种颜色长方形彩条 如果是放到黑白电视中 你会看到有亮到暗的样子 后期呢则有 Simple Test Card 上方三分之二的依序如细 多出了中间的十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的彩条 1995年日本的阿日检验图色块分布设计和 Simple Test Card 一样 最常出现就是这张菲利普PM5544检验图 这是为169比利的框屏幕电视开发的 周末是叫菲利普的呢 其实当年是在菲利普电视实验室 由他们的首席工程师艾利克 荷尔摩尼尔森在Copenhagen设计的 然后你以为是 啊我喜欢这里放这个颜色 啊所以就出现这个颜色咯 你以为是这样 错了 每一个颜色的区内呢 都是代表着不一样的功能和电池嘛 这个 Test Card 本身就非常的辣眼睛了 为什么还要用这样的颜色去搭配呢 我是觉得它的颜色搭配真的是很过分 根据知乎网站的资料 以及收集各方的专业资料来看呢 检验图中使用的颜色叫做测试色 在模拟信号中传输过程中呢 因为早期的技术水平有限啊 所以传到电视机的画面 可能会失去原本的素质 那检验图上的各种纯色 就可以检验显像款的工作是否正常 而长方形条纹呢 粗细啊就可以检验电视机的分辨率 所以这不是你想象中YouTuber的素材 虽然我们也是常用啦 但用的时候也要谢谢创始人物 如果他知道YouTuber用这样的方式来使用他的TV Text Card 他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好啦今天就谈到这里为止 谢谢你收看这一期的硬塞智库 我们承诺你在未来的时候呢 会带更多的知识跟你一起分享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些新的知识 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跟我们交流给我们知道 那如果你在今天的视频中呢 有学习到新的知识的话 记得要留言按赞分享出去给更多朋友知道 那记得要追踪我们所有的社群账号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